欢迎收看精灵天下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证实除了五奈米之外 那么三奈米现在也会前进美国 那么面对去台化这样的一个声浪 那么张忠谋认为 台湾有这么好的晶片生产 那么羡慕嫉妒的人是非常的多 当然面对美中科技战 除了台积电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外 包括大陆的晶片业 是不是也开始出现开道车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硬材就说 现在中资企业正在降低 他们的技术门槛 包括中芯国际会采用 17奈米的制程 另外长江存储 也可能会减少3DNet的层数 另外氏族赛在卡达登场了 那么台湾的纺织业 现在也要来踢氏族 那么主要是像远东西 他们号称生产的球衣 那么现在就算踢完全场 都不会出现破损 而且也代工了九国的战袍 甚至连科技业都上门 要来寻找合作的机会 他们的纺织业 到底是如何华丽转生的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 陈伟良 大家好 央大经济系教授邱俊荣 大家好 台大电机博士曲建仲 大家好 以及资深分析师丁赵宇 大家晚安 好 未来我们看到 硬材他说中资企业 现在正在降低门槛 其实包括中芯国际 还有长江存储 都有这样的情况 对 10月7号 美国对中国的新一轮 半导体经营实施之后 基本上估计半导体的设备商 大概就损失25亿美元 因为基本上现在 其实中国是全世界半导体设备 销售第一大的市场 一旦所谓的先进制程的设备 主攻了之后 没有办法再持续提供给中国之后 这对相关业者来说 当然会对营收跟获利 都造成负面影响 同时10月份 统计整个全球的半导体股票 市值是大幅度的增发 大概2400亿元 所以其实这一场半导体之战 基本上当然中国是不可能 坐以待毙 所以现在要怎么样去寻求 新的出口 第一个可以看到 刚刚所提到 根据应用材料的对外宣称 目前中芯国际 有可能就是把整个生产制程 调降到17纳米制程为主 这个部分当然它需要去 跟包含客户端 还有甚至设备商 去进行一些新的设计讨论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 这个消息是从应用材料 传出来的 原因就在于 其实设备商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业界的第一个动态的消息 它的确会有所掌握 为了来讲的话 当然这个产品可能接下来 它在性能跟功率上面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 完全跟现金制程来做相比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它还是能够有部分的替代作用 另外就是在长江存储的部分 128成以上的3D net 目前因为设备的部分 也已经没办法取得了 所以市并也必须 调降生产的规格 所以目前这个所谓的乘数 将来就会开始逐步的减少 所以在这两个业界的一个算是 重量级的公司 纷纷都把这个生产的制程技术 做了一些降规的调整之后 我觉得代表其实 中国现在是希望 至少能够在一些领域上面 它不要就是说 完全的停止生产 但未来来讲的话 可能要面临的挑战 主要就还是在于 第一个 现在大陆的一个半导体 因为被美国掐住了脖子 所以其实在这个业界的 很多优秀的人才 工程师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职业发展 其实也面临一个高度不确定性 未来会不会这个随时 可能因为你的公司 受到了管制 发展受限了之后 也许你其实也没有 太好的一个发展前景 所以现在有些人 干脆就想说 不如趁早就转到其他 没有受到制裁 没有受到管制的产业 所以的确从最近在上海 一些所谓猎人头公司 这边所传出来的消息 就发现说 有很多大陆原先半导体 任职的人才 其实纷纷开始寻求 其他的转业的机会 转到其他行业 另外来讲的话 其实中国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零组件 因为其实就算 自己的产品设计 或者说技术的调整 能够去改变一些设计跟规格 可是如果你要 完整的取得零组件的话 其实有很多还是来自于美方 来自于日方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来讲话 大陆本身的自治能力不足的话 这也会是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面对中美半导体大战 那一方面当然 人才一方面是零件 所以虽然中国现在开始 以降规的方式来应战 不过我觉得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们的一个企图心 像在中芯国际来讲的话 已经正式宣布 把2022会计年度的 设备的投资金额 从原定的50亿美元 大幅度拉高到66亿美元 那这个金额是一举创下了历史新高 所以反而在半导体 没有那么景气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去拉高 他的这个投资的金额 对 所以看起来 就是希望说能够 在这个所谓不景气的寒冬之下 一来当然 你现在取得设备 相对是比较有议价的空间 议价能力 那二来就是说 这一场半导体的中美大战 它会打的是一个持久战 所以中国完全没有想要退让 或者说举白旗投降 而反而是希望 借由在这个时机点上面 大举的去扩充产能 然后增加更多的设备 未来要打的就是一个长期的战争 那除了像中芯国际之外 那我想在EUV光刻机 这个部分来说 它可以说是先进制程当中 绝对必备的设备 而目前全世界在这方面 当然拥有最多专利技术 而且做到世界第一 没有对手的就是艾斯摩尔 那中国一旦没有办法取得 EUV光刻机 未来先进制程怎么办 所以同样的三不转路转 那现在华为最近 算是公开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专利技术 就是针对新的 极止外光EUV的光刻机的专利 那也就是说 其实华为它透过 自己团队的研发 那它目前来说 在这个EUV的技术上面 也有所突破 当然目前来讲 距离能够真正的量产 这个还有相当的距离 不过我想 其实除了华为之外 目前包含就是像中国中科院 它也有一些技术 另外来讲的话 像清华大学 它也有研发了一些技术 甚至像上海维电子 目前他们在28奈米的EUV光刻机 是在明年就正式可以量产 交货给客户了 所以其实中国也希望就是说 能够积极的 其实透过在自己 研发能量上面的一个提升 也能够在掌握光刻机 一部分的一个技术 不过最近荷兰的部长 算是首度针对 中美的科技战火的议题 做了一次公开立场的表达 他说美国其实不应该去期待 荷兰会逐条采用 美国的所有的 对中国的限制 一些出口管制 其实就是你美国开出来的这些要求 我们荷兰不一定要招待选手 对 所以其实荷兰并没有 就说完完全全要按照美国的意思 那么逐条的去按照美国的制裁的方法 其实他针对这个目前 其实中美贸易战之间的一个关系 他也提到 会花一些时间去了解 到底有哪些新规定要去做实施 不过未来看的话 我觉得从这一番话的悬外之音 其实透露出 中国也许接下来会有一线生机 就是说在目前美国所拉拢的一些 所谓的盟友之中 可能会有一些愿意跳脱出来 提供给中国一些 在商业上面进一步的来往 因为这也是荷兰官员 第一次对这样的一个议题 有表达他们一个公开的一个立场 对 因为其实荷兰的背后 当然我们要知道 艾斯摩尔就是荷兰商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我也认为其实说 艾斯摩尔他绝对不想 失去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市场 也许在某些产品上面受到限制 但是可能还有更多 将来可以进一步开发挖掘的 合作商机 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这一次 其实习近平的新的幕僚团队的 一个组成上面来讲话 我觉得很明显可以看到就是 有高科技技术或背景的人员 大幅度的增加 如果以这一次中央委员会来讲的话 具有比如说航太或者是AI 人工智慧等等相关的科技背景 专裁的官员目前来说已经有高达81位了 占所有205名的委员当中的这个比率 大概是40% 对照上一届的组成来看的话 相关有科技背景的领域的官员比重 只有18% 所以等于是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以目前来说 这个其实透露出一个讯息 就是现在这个科技战 其实当然拉高到国家最高的一个决策机构 那希望就是未来要跟美国一较高下 甚至打一个长期的抗战 那我认为在中国这部分来看的话 技术跟人才 当然它都还是有一定的底气存在 那如果说未来要突破美国的一个封锁 可能就是除了本身自己的努力之外 我觉得的确就要靠 是不是有像荷兰或其他的国家 或许会在这个未来半导体的领域当中 提供中国其他额外的一些协助 好 刚刚威良带我们看到 这是来自于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就是在美中竞争之下 像习近平是提拔了大批的科技的专业人士 现在进入到中共的领导阶层了 不过如果中资企业 刚刚威良也有带我们看到 这个为了要求生存 他们降低了这个技术门槛 我们要请教赵宇的是 如此一来会不会对台湾的二线厂 像是联电等等的带来一些压力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现在台积电也提了 其实他们明年成熟制程的这个价格 要调涨这个6% 但是联电也说 他们明年不会降价 都说这个成熟制程 我们先说这个现金制程比较好 成熟制程好像表现没有那么理想 但其实为什么他的股价 在最近也是一直涨 当然股价一直涨 这个部分来讲 当然是跟跌胜反弹有关系 不过如果从明年的一个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台积电现在已经先讲了 他说他调涨明年成熟制程的价格 6%已经成定局了 所以一线的大哥他确定调涨 但是二哥联电在这里 如果他这个地方 他不去把持住 他甚至说有在松动的情况下 那可能会造成明年 应该这样讲 可能明年本来没有那么严重的一个价格战 搞不好就会落在他的身上 所以在目前看起来讲 联电他对这个地方 他是没有松口 他说我决定利手价格不动 他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他说因为降价并没有办法刺激客户增加下单 所以这讲话已经有一点点所谓的保守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我就算降价 那单子并不会比较多 让我整体营收也不会上来 所以他决定维持原来的一个毛利 就是也就是不降价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 三星其实LSI的部分来讲 他仍然依照常约规定 他还要再增加2822奈米的单子 委托给联电代工 所以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他认为说明年 起码他看到的这个愿景上面来讲 还没有说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立即性需要降价 不过我们从美方这地方 一些供应商所传出来的消息 这个地方似乎是有一点点的 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包含像应用材料 应用材料其实他透露说 因为受到美国禁令的影响了 所以他预期一些中国的客户 会改变生产计划 或是制程技术 当然我们知道说 这个中国客户事实上指的 就是中芯半导体 他们直接讲说 随着中芯国际的布局 跟技术蓝图 可能会有所调整 那么朝向16奈米以上的 较成熟制程发展 当然目前传出来的消息是说 美国他对于 所谓的先进制程的这一块来讲 16 14奈米以上的部分来讲的话 他是倾向怎么样 不管制了 也就是说更先进的 比如说在7奈米 或者5奈米的设备来讲的话 这地方会受到管制 所以他们的制程 就是往这些比较成熟制程去发展 这个部分来讲 其实让市场上面 对联电的营收来讲的话 就带了压力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联电制程的一个占比 我先跟大家做个报告 黄色的这一块 这个黄色是28跟22奈米的制程 这个部分占联电的营收部分 高达25% 所以从这边过来看 黄色这部分 以及在这个 这是40奈米 粉红色这一块 以及这个65奈米 以及这样90奈米 这整块来讲 我们画这个地方来讲 这整块都是未来目前 中心半导体 他们可能会扩中 这个所谓产能的部分来讲 会直接面对到联电通缉 大概版图就这么大 所以对联电本身来讲 滴滴确确确会是压力的承担 并充满大 那还有三分之二左右 所以这个部分 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看一下这个地方 台积电跟联电的 竟然出货的一个状况来讲 目前看起来来讲 以联电第三季 今年第三季来讲 它这个事实上是有下滑了 就约当千片 约当八寸的千片的一个 一个出货量来讲 它从2600掉到2597 所以可以看得到说 它第三季来讲 是正式出现一个 所以往下衰退的一个状况 不过我们看到 刚刚也有提到 你说这个股价是跌升之后的反弹 那其实所有的 包括像是世界先进 利基电等等 这个股价也都是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部分像世界先进 这一次世界先进的反弹幅度 在二线的金融代工里面 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它这一波反弹的幅度来讲 高达57%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反弹上去 这整体而言的反弹幅度是最大 但是相对于联电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反弹幅度只有34% 甚至利基电 它只有33.8% 在三个当中来讲 利基电的反弹幅度是最少 我们知道 利基电它所做的来讲 它是在第一任这一块的 第一任这一块的 楼梯晶片的代工 当然在这里来讲 联电的股价来讲 目前看起来很明显的 就受到这个影响 不如世界先进 因为世界先进 它在这里是台积电 转投资的公司 所以从股价的角度上面来看的话 似乎也开始透露出 哪些公司在未来 可能比较会受到 中国大陆产能的一个排挤 以及哪些公司 可能比较不受影响 从这个地方来讲 大概可以看得出端倪 好 刚刚这个赵雨淡 我们看到 中国的半导体 现在似乎是在走回头路 那么最主要就是要 应对美国的制裁 那么台湾的成熟制程 其实也多多少少 会受到波及 那么在今天 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 他也证实了 不止五奈米 现在前进美国 那么三奈米 接下来其实也会过去 那么就要请教这个曲波 这样会加深去台化的疑虑吗 而我们知道 这个台版的晶片法案 在明年元旦就要上路了 可以减缓这个去台化的冲击吗 对 这个过去的新闻 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很早我就讲了 去美国设厂 不会只有台积电的三奈米 五奈米 一定更先进的三奈米也会过去 那美国要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简单的说就是台海有任何变化的时候 美国拥有最先进的制程 所以基本上 所有的晶片供应无余 所以他绝对不可能只要五奈米的 三奈米出来了就会过去 那将来两奈米甚至一奈米 有做出来也通通会移过去 那最近的新闻 各位也看到这次台积电 这个一千个人的包机 已经飞到美国去了 其实就是协助当地的工厂 能够落实整个制程 所以美国的晶片法案 确实是吸引了很多先进制程的厂商 到美国去设厂 那我们该怎么因应 我想这里面有几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就是台积电去美国 当然他们没办法拒绝 但是某种程度也是台积电 自己在分散风险 当客户觉得有疑虑 担心说在台湾生产晶片 可能有疑虑的时候 台积电能够给的第二个方案 当然就是把这个订单转到美国厂 当然价格就会比较高 这个由客户来决定 风险高的当然价格低 风险低的就价格高 这非常合理 不然的话客户不得已还得要转单 可能就要转到三星跟英特尔 这个对台积电也不是好事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基本上是正确的决定 那同时当然所有的供应链 也会过去 这个一定会 那我们要怎么因应 所以我们就有台版的 这个晶片法案 一样是补助厂商 当然就是要协助这些台湾的厂商 能够维持在台湾在地生产的竞争力 好你之前就有提过 就是5奈米过去之后 接下来3奈米就要过去 不过大家也很担心的是 这样是不是真的去台化的情况 是正在发生当中 去台化这件事情 基本上是现在进行事 事实上经历过上一次的军演之后 各位可以想象 所有的外商公司的这些主管们 一定都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突然有一天台海封锁起来 然后高通苹果 一颗晶片都拿不到 会是什么情况 我想这些外商公司 在商言商站在他们的立场 他们当然会希望有第二个选择 所以才会有了美国版的晶片法案 我们该怎么因应 我个人是认为第一就是 我们也不需要自己吓自己 因为在美国生产确实成本就是高 即使今天你有晶片法案补助 事实上它成本还是高 跟台湾竞争起来还是有成本的问题 台湾因为现在也有台版的晶片法案 所以对这个厂商来说 基本上也是一个补助 所以也鼓励他们可以留在台湾 有更好的发展 而且最重要的是技术的提升 因为台湾有很多厂商 其实还没有办法做出 先进制程的设备 检测设备 材料 特用化学品 我想这种先进制程的开发 相关的技术 一定要持续下去提升竞争力 那更重要的是 这些厂商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即使是到美国设厂 去在一地的供应链 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去切入其他的厂商 譬如说英特尔三星 在美国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地方 那也就是台湾这些厂商的机会 所以总而言之 我们就是提升技术 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然后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去打国际杯 把我们的整个供应链 不是只有台积电 是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的产品 通通利用这个机会 打入国外的公司 我想这个对台湾的整个产业 其实反而是好事 好 在这次这个台版晶片法 大家觉得是 对半导体来说是利多 但是现在也有出现 另外一种声浪 就是被质疑说 是不是只有独厚一线的厂商 我们看到在利基店的 这个创办人黄崇仁 他就提出质疑了 他说在这一次的这个 初步定制的适用门槛 只有针对台积电 这些少数几家 在量身定做的 那么他就表示 如果说只有独厚台积电 这是绝对不公平 而且不合理的 他会代表 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 是会绝对的反对到底 那么他认为台积电 确实对台湾的半导体 有很大贡献 但是台湾也并不是只有 台积电一家公司而已 就要请教的是邱教授 那么黄崇仁这样的一个看法 您觉得台板金片法案这样 独厚单一产业的情况 是不是很明显 而且如果说整个 对台湾来说 产业的分布太过集中的话 是不是对台湾的经济 也不是好事 好 谢谢 我觉得黄总市长很可爱 本来就没有要公平 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要公平 今天如果你要说 对半导体产业都要公平 不是只有对一线厂商 其他的产业是不是也要 你说机械业 我们等一下要谈的纺织业 是不是也都要 所以这个雨露均占 就等于没有 政府的资源也非常有限 所以从扶植特定产业的角度来讲 事实上这个 我们要先讲的前提 就是并没有 政府从头到尾都没有公平 这件事情 大家得去想一想 因为半导体产业为什么重要 因为它其实到目前为止 提供了台湾非常好的 所谓的在经济上的安全防卫 我们可以想 如果我们不是半导体 有这么强的优势 现在可能全世界都没有要理我们 所以它发挥了一个细顿的功能 这个细顿的功能 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正的外部性 我不是只有产业赚钱而已 它可以外溢到整个国家 可以受到我产业发展的保护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 非常大的功能存在 如果你这个产业 或者甚至特定的企业 你可以发挥这个作用 政府去花人民的纳税钱 去做租税的优惠 当然是OK的 从头到尾都没有 要语入均占这件事情 对于要不要去透过 现在我们所谓的台版晶片法 事实上台版晶片法 正式的名称 是产业创新条例的第十字二条 所以它没有一个正式的法案 名称叫台版晶片法 但是你从这个名称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它就是真的晶片 因为它这个条文里面 没有晶片 没有提到任何晶片 这个特定的名词 它讲的就是说 任何具 在国际间具 关键性的地位 你投资的前瞻的研发 非常好的制程 一定要是先进制程 对 但今天也很有趣 今天也有立委在质询 因为王美化部长 当然对这个事情很敏感 他说不是不是 没有这样子 其实其他的如果 也符合这个条件也可以 他举了这个例子 比如说5G 或者电动车 大家就好奇了 你这5G放回这么广 我们现在的租税优惠的方式 其实是用投资抵减 5G其实很多是软体应用 你怎么样去试用 这个所谓的投资抵减 事实上到现在都说不清楚 刚刚你也问到说 产业太过集中这件事情 应该是这样讲 现在其实对全台湾的人 我想都是一个矛盾 台积电这么强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了 他提供的台湾细盾 所以他的地位非常重要 都值得我们大力的支持他 但是也不要忘了 台积电在台湾 耗费了非常非常多的 有限资源 包含水电 土地 甚至大家最关心的人才 对其他的产业 也造成了某一个程度的 排挤效果 所以我们前两年都说 半导体有五年容景 十年容景 我们都觉得投资是很合理的 很划算的 没想到两年整个景气就反转了 所以你资源这么集中 在这个特定的产业 会不会遇到一些外在冲击的时候 就遭遇到一些不可测的未来 其实这个当然都是我们 现在面对的风险 所以其实我们在产业发展上面 其实我们也非常强调 多元发展还是重要的 就像政府现在也推 六大核心战略产业 也希望能够多元的发展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刚刚曲博也提得很好 我会觉得说 其实无论你去美国制造 供应链都过去了 但是最核心的研发留在台湾 我想这件事情 大概是可以确定的 这件事情可以确保 部分的即使是先进产能 移到国外去 我其实都觉得非常赞成 因为你释放了部分的能量 让台湾可以发展在半导体产业 以外的其他的产业 我们常说半导体产业 是我们将来要发展5G智慧英雄 各式各样的基础 但是我们现在基础很强 但是你基础都把资源吃掉 你怎么发展后续的东西 所以就这个事情来讲 我不觉得所谓的 去台化这件事情 会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 如果我们从数据上来看的话 无论是10奈米的制程也好 7奈米以下的制程也好 台湾现在占全世界的产量 都还在六七成以上 即使你有一部分 移到美国去 我想对台湾来讲的影响 到目前来看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小的 我们只要确保 核心的技术和研发 留在台湾 然后释放出一些 这个有限的能量 给其他的产业 做均衡的发展 我想适度的 有一些产能外移 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我可以接受的事情 其实除了半导体晶片之外 我们说到台湾制造 其实连氏足赛都很爱用 像这一次氏足赛的部分 其实包括球衣 球裤球鞋等等 都可以看到这个MIT 像是远东兴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请教赵宇 远东兴他们号称 在这一次他们代工了九国的战炮 而且说打完全场 其实球衣都不会破 我们先看 这个衣服为什么容易破 因为所谓的运动机能衣 他们是用锯子纤维来做合成的 当然如果你锯子纤维越多的话 它越轻 但问题是相对上面来讲的话 越轻它可能越不耐碰撞或是拉扯 这是一个2016年的时候 欧洲会被小组赛的过程当中 瑞士队在80分钟赛程当中 破四件衣服 你看足球赛都会破四件衣服 足球这种脚踢的 整会拉到那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拉扯的一个状况下 其实对球衣本身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张力 那因应运动医 它其实要有一个稀释排汗的功能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要轻量化 但是不到200公克的球衣 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个耐冲击跟耐撕裂 它有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是怎么样 这个标准就是 第一个 它的所谓的抗暴测试 抗暴测试第一个 最直接就是拿一个煎物 比如说像笔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拿出我的笔来 那我们的笔 基本上尖尖这个东西 这个煎物 可是你一般的衣服 如果不是这种 Polyester那种 不是那种锯子纤维 它有一定程度的一个 所谓这个 防穿刺 比如说牛仔布 很重 可是它不容易穿破 但是像我针那一层 这个就是有Polyester这种 这个我这样用力 可能这个地方来讲 就会被穿破 它的压力是要到达多少 它的一个测试压力 就是你要出货 它给你的一个标准 是要250千帕 这个一个是很强的一个 所谓这个穿透力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要手撕球衣 也就是说你在拉扯过程当中 对不对 你再拉拉拉 撕不破 不会拉成这样子 或是拉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它的布料要承受那个扭力 是差不多15牛顿扭力 这么大的一个扭力测试 所以远东西就是靠 这样一次一次一次的 去做去测试 不同去从它们材料当中 去做就达到这种所谓 抗爆测试 包含像是这个穿透测试 包含像是这个撕裂测试 用这种方法 它成功达到怎么样 今年四足赛的一个球衣 所以可以看起来 这个商机来讲 的的确确是非常大 那远东西它不是在现在才开始做的 其实早在几年之前 我不晓得观众朋友记不记得 台北市的花博 花博里面有一个场馆 那个场馆里面 那个组建物的一个材料 就是用它们回收的环保 这个锯子纤维来做成 它们是回收海洋里面的 这个宝特瓶 做成的所谓的这个海洋沙 所以它这个部分来讲 也成功的去打入到 整个四足赛的商机 那另外我们来看 如果下一个阶段来讲的话 对 这个部分来讲 除了刚才我们看到 球衣的商机之外 那另外一块在所谓环保材质当中 像苹果 它会要达成在2030年 净零碳排的一个标准 它现在开始陆陆续续 就很多东西 它都要用所谓的回收的 这个所谓的回收材质 要环保考量 对 比如说在最新的iPhone14的天线 跟iPhone13的天线来讲的话 它所用的就是环保材质 回收材质的一个材料 所以远东西这个地方来讲 它的产品也已经打到 科技业的一个里面的 另外包含像是特斯拉的Model Y 这部分它跟Model Y所合作 是锯子型的安全气囊 它也可以成功的让整个安全气囊 让它轻量化 降低整体电动车的一个载重 达到环保节能的要求 所以它这个地方是稳定成长 而且是商机可期的 所以整体而言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远东 这个建筑物 就是在花博场馆的部分 它的整体这个部分来讲 都是用这个所谓回收的锯子器 所构成的 这个部分来讲会是一个相当大的商机 另外来讲包含像是全球最大可口可乐 他们所做的这些所谓的锯子力 而且他们是用的是再生的PET 这个部分来讲应用到全球最大的 营料制造商可口可乐集团当中的一个 达到他们的一个供应链 好 刚刚这个赵雨淡我们看到 是现在这个在这一次的这个世足赛 我们看到传统产业这个远东西 那么在这一次可以说是 包括他们提供的这个球衣 可以号称真的是撕不破 而且现在还打入了包括食品跟电动车产业 我们接下来请教这个曲博 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卡达世界杯的部分 其实又引入最新的一个科技 就是用AI来当裁判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会不会让整个球赛 这个比赛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公正 对 可以让比赛更加公正 我们知道那个在球场上面 其实变化是瞬息万间 然后球员这么多 然后裁判虽然人数也好几个 但是人的眼睛有的时候 不可能判断的这么准 再加上那个球又这么小飞来飞去 所以这一次的技术 到底有什么特别 我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是足球 足球里面放了一个这个叫IMU 这个IMU主要就是利用 所谓的三轴加速度感测器 跟三轴的陀螺仪 去侦测这一颗球 它的动作 惯性量测装置 所以这个球在场子里面的任何位置 它都可以侦测出来 而且状态也侦测出来 透过无线通讯的方式 把它的位置跟状态传送到接收器 每一秒可以传送500次 那个球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一秒要有500次 它才有办法非常精准 同时在整个球场 总共架设了12支的影像感测器 监视器 把全场所有的这些球员的动作 全部拍下来 这个示意图就是告诉你 它可以分析球员的动作 每一个人身上有29个Data Point 就是资讯点 分析它的肢体动作 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手跟脚的动作 是 这些讯息全部经由感测器收集起来之后 就可以由电脑来判断所谓的月位 那个足球有所谓的月位这个东西 我想我就不解释什么是月位 总之月位的判断 基本上本来就很困难 但是有了电脑之后来辅助 再由这个主审裁判来判决 这样的精确度很高 比以前还要高 那这些动作是每秒50次的频率 来传送这些数据 所以球因为速度比较快 就是每秒500次 人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所以每秒50次 最重要的是这整场打完之后 所有球员的肢体动作 是不是全部都会被记录下来 这个时候就可以经由AI 经由人工智慧的方式 来分析这些球员的特性 那么每一个球员 他在比赛的时候 应该是用什么样的策略 才是正确的 这个不只是可以给 这个大会当做裁判的依据 同时也给球队当做参考 所以它是一个大数据的收集 对 事实上这样的技术 现在越来越常用在很多实际的场合 譬如说之前台海在军演的时候 美国人其实他就是用了这样的软体 在判断透过卫星的照片 透过一般的监视监控器 把所有的影像送回电脑来判断 你就可以判断对方的动作 还有意图 所以同样的技术 也可以用在这个球场上面 可以提供这个球队 判断自己的球队的策略 要怎么调整 战术的调整 对对对对 或者是你的这个竞争对手 对方的策略是怎么做的 我要怎么去突破他 所以可想而知 未来会有一种状况 就是在比赛的当下 很多战术的变化 不是人来决定 也不是裁判决定 可能是用人工智慧 AI的方式 经由现场的判断评估 然后来决定用什么方法 做他的策略来破解对方 这个就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想 各位现在看到这个图 就是两队 这里面包含攻击者 这边是蓝色的部分 攻击的球队 红色是防锁的球队 那所有的这些动作 都可以经由影像收集之后 再用人工智慧 做运算跟判断 这个我觉得 是未来整个发展的趋势 好 刚曲国的我们看到 包括运用这个AI 还有大数据 都改变了现在足球的一个比赛 不过我们说到 在这一次这个氏足赛 还有很特别 是史上第一次 在中东来进行 这样的一个比赛 不过我们说到 在这一次卡达世界杯 也被指引说 是史上最贵的 可能要承担亏损 那么为什么卡达 还敢这样做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而这一次的卡达世界杯 被说是史上最贵的 好值了2200亿美元 虽然预计可能会有50亿人在观看 不过一般预计说 卡达不但是不会有任何的利润 还有可能必须要承担亏损 就要请教微良 为什么卡达敢这样做 砸了2200亿美元 来办世界杯足球赛 要回收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对 其实过去历史上 这个办世界杯足球赛 最贵的一次 是2014年在巴西的时候 当时是150亿美元 2018年俄罗斯是投资了 116亿美元 其实我们甚至把过去这七届 包含巴西俄罗斯在内 过去七届的世界杯足球赛 所总投资金额加起来 也不过443亿美元 也都只有这一次卡达 单一一届 5分之一 所以就知道这一次 它完全是不惜砸重粉 怎么花的 可以花2200亿美元 好 钱花要哪去 第一个是不是要盖体育馆 就花了65亿美元 盖了七座最先进的体育馆 有艺术感也有科技感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右边这个体育馆 974体育馆 顾名思义 它用了像这样子 974个集装箱 这个概念其实来自于积木 所以它用这个 有点积木堆叠的概念 营造出这个主体 将来它也可以完全的拆卸开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可以移动式的体育馆 好 再来 估计会有很多的旅客 游客 涌入到卡达 其实它全国的酒店 加起来也大概估计只能 供应40万人居住 可是这一次可能会超过120万人 所以也砸大钱 盖了100多间豪华酒店 再来怕航班不足 所以砸了160亿美元 去盖国际机场 另外又投了360亿美元 盖了地铁 所以这个都是基础建设 但是这都还是小case 真正砸最多钱的老师 上千亿美元花在 卢塞尔这个小镇 把它打造成一个 超现代化的城市 把原本的一个小镇 变成是一个摩登城市 对 把它变成是一个 非常科技化的城市 那希望就是 借由这一次 全世界的目光焦点 都在卡达的时候 将来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个小镇的转型 然后进一步吸引到很多人才投入 所以其实就算是官方认为 这一次有所谓的四足杯 世界杯的四足赛商机 其实也不过可能 周边这样加起来 大概就是170亿美元 跟2200亿比起来真的是 所以我说是不可能回收 但为什么它要这么做呢 那其实这个要简单讲 因为卡达是一个 地小人少的国家 它的国土面积大概只有 1万1000多平方公里 其实大概就是台湾的三分之一 人口大概265万人 台湾的九分之一 它国家你不要说小小的 它有一半的国土面积 都有天然气 所以其实它的天然气的储量 是世界第三大 再加上也生产石油 所以它是一个天然资源 非常丰富的国家 所以人民非常有钱 人均GDP说出来真让人羡慕 7万美元 世界排名第9名 而且这还包含 因为它有大概 它的居民 常住人口里面有85%是外来的 外来常住者 可能是来经商 来工作 来掏金 如果你只算本国居民的话 那它的人均GDP 是拉高到41.2万美元 不得了 变世界第一 但是这种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 其实变得是看天吃饭 加上其实天然资源一定会有个问题 就是浩劫的一天 所以其实国家一定要设法推动转型 因此其实它在2005年的时候 就启动了金融中心转型的计划 它希望成为整个中东的金融中心 参考的样板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也算是亚洲的金融中心 同样的国土小 人口少 可是人均GDP也很高 经济发展也非常强 其实蛮类似的两个国家 有某些地方还蛮类似 对 所以其实它启动 这个金融中心的计划 目前慢慢也让整个世界 开始注意到整个卡达转型的 一些新商机 而不是只在于可能石油天然气 所以现在陆续 全球有很多的企业跟人才 也慢慢的进驻 我想其实这一次世界杯足球赛 是把卡达推上了世界的舞台 不过国家的升级跟产业转型 应该才开始 事实上整个中东地区 这些产油国也都在做转型的计划 除了卡达之外 沙烏地阿拉伯也在转型 而且这一次是这个世界杯 第一次在中东举办 对 这是非常特别 像沙烏地阿拉伯 打造了一个高科技的城市 新未来 这个部分他希望 接下来也是能够 能有更多更多跨国的高阶人才 能够一起来这边做产业的一些 开发跟经营 所以他开出来的年薪条件 是高达110万美元 而且只是基本底薪 再加上这个是不扣税的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去比较 在美国现在前三千大的 上市公司 所开出来给执行长的平均年薪 大概是83万美元 已经很高了 比美国上市公司执行长的薪水 还要更高 对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 真的是向全世界发出了 最高阶人才的征召令 所以我想就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薪资的确是带来 很大的诱因 因为过去其实讲到沙烏地阿拉伯 主要的产业大概还是石油 除了石油也还是石油 可是未来 他希望包含在旅游 科技 娱乐 各方面 其他全新的产业都能够持续的投入 所以在上个礼拜 其实包含韩国三星在内 还有SK 现代集团等等 总共有八家企业 其实就跟沙烏地阿拉伯的王族 进行了一次 大概一个多小时的会晤 这一次的一个谈话的重点 主要就是放在 接下来要共同去推动 在整个沙烏地阿拉伯的 不管是产业的转型 或国家进一步的发展 其实三星集团 旗下的三星物产 那么还跟了沙烏地阿拉伯的公共基金 签了一个高达65亿美元的投资计划 这个计划的重点就是放在轻能源 我知道其实这个也是 未来所谓的能源转型当中 一块也非常受到重视的一个商机 其实代表就是说 因为现在其实全世界的石油 当然油价有高有低 可是如果你从长远的一个角度来思考 如果电动车的发展 这个渗透率到2030年之后 要达到三成以上 到2040年甚至都已经是过半的 一个前提之下 未来对于石油的需求 其实未来只会越来越少 不会越来越多 所以对于这些 过去有坐有石油 坐有天然资源的 超级有钱的国家 他也势必提早开始去做转型 而且现在再不做 恐怕也来不及 因此未来其实我觉得 对于沙烏地阿拉伯 跟其他的中东国家来看 应该会有更多更多 新的一些产业的开发计划出现 好 另外我们稍后回来要关注的 就是在台积电 我们知道股神巴菲特 在最近大买台积电 不过散户却是在卖的 那么对于接下来 这个股价的一个走势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我们知道股神巴菲特 是大买台积电ADR 那么台积电的总裁 为哲嘉在十月份的时候 其实也买进了台积电的股票 两百张 不过在最近 其实小股东也就是散户 却是忙着在卖股票 那么现在台积电感觉上 这个筹码跟签情比的是比较干净了 当然也对股价是有正面的影响 要请教赵宇 在排面上还有没有类似相关的个股 就是我外资 投信 这些法人在买 但是散户却在卖的一些标的 其实我今天帮大家稍微整理了一下 除了法人之外 还有所谓的千张大户的持股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台积电 它千张大户的人数是增加11个人 可是小股东的人数来讲的话 却是在下降 这跟这一次台北股市 它涨了2040点 结果融资却减了39亿 似乎有点异曲同工的一个情形 这个部分来讲 股神巴菲特第三亿大买 这个我想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这个不需要我们再多做介绍 但是小股东这个地方忙着卖股票 这代表什么 代表其实现阶段来讲的话 大部分都是法人在回补 法人在回补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哪一些公司是 外资 投信 投买 而且千张大户持股增加股票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 都是一些指标性的公司 我列出来也都是大概是 不是龙头就是 就是所谓的这个指标器 第一个 日月光投控 其实这一波半导体的 相关的股票最强的 最强的是日月光 日月光甚至股票来讲 是超过台积电超过联电这些股票 它的反弹幅度是 基本上来讲 它是感觉上没有什么跌到 应该这样讲 所以它虽然反弹幅度没有那么多 可是它股价来讲 先前大盘在修正 它也没什么跌 它没什么跌到 那涨的话它有份 大家看一下 它11月份光是11月 从这个地方开始 还没走完 投信跟外资加起来买了 67,368张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你可以看到 它的股价是这样上去 到今天来讲 还创下一个波段的新高 另外来讲 联发科也是一样 似乎外资跟投信 突然就想起来 联发科每年还固定 有一些特别股力可以配发 所以赶快就回补联发科的股票 11月份来讲的话 外资投信投满了 18,950张 接近19,000张 那再来讲的话 其他来讲的话 像旺系 旺系这档股票 也是属于测试的部分来讲 所谓半导体的测试 11月份投信跟外资 同买了3,531张 其他来讲的话 分别在电子股部分来讲 还有负财 负财这是以前LED的龙头 它叫金电 那这波金电的股价 负财的股价来讲 是没有涨到的 但是相较于过去 它的高点位置来讲 它这次回档幅度相当深 无独有偶的这个地方 外资跟投信同步看好它 可能是看好它相对的位阶比较低 同买了7,266张 两大反而同买 那另外在生技族群 以及像是这个化学部分来讲的话 东莲竟然入列 大家都不知道 竟然偷偷的外资投信买了2,465张 还有就是最近生技股比较强 很多观众朋友在问说 那生技股的投资怎么样 其实生技股两个重点 第一个选举快到了 选举行情 第二个我们要看来看筹码 所以台康生这部分来讲 我发现到11月份外资投信 同买了7,877张 今天股价还在创新高 另外来讲 这边还有一些我没有列上去的 比如说像PCB的真顶 另外来讲的话 还像是国光森 以及像是永丰宇 以及金融股的金层银行 这些都是在最近来讲 投信和外资 两大法案同步买的这些标的 另外我们稍后也要回来关注的是 台湾民间的经济 到底会不会持续的修正 在今天最新公布的10月 外销订单到底这个表现如何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台湾接下来经济会持续修正吗 在今天最新公布的10月份的外销订单 不只是连两黑 要请教这个邱教授了 这个成绩是比大家预期的 还要来得更差 是 原本预估这个大概年减最多到3.6% 结果实际上出来6.3% 对 年减6.3% 对 所以比预估的差 而且就分产业来看的话 除了ICT只有稍微小小降了 电子产品还比去年增加了9点多%之外 其他所有的产业 减少的幅度都非常非常的大 对 两成多到四成多 对 好 所以当然外销订单的减少 就预告了未来出口 当然也会跟着下降 所以大概就明年来讲 大概整个出口的状况 就不是非常乐观 那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大家观众朋友印象还深刻 上一次在2015到2016年 台湾的出口连时漆黑 我们现在才刚开始而已 那个背景其实非常像 2015大度还有印象 那是Q1结束的时候 Q1结束 但是因为Q1的结果 造成全球所得分配不均 导致所得低的没有消费能力 所以整个全球的贸易动能都起不来 现在的情况几乎非常非常类似 我们过去两年也是大量的Q1 现在开始收了 背景好像 现在比起2015到2016的时候 现在更严重的事情是还高通膨 这件事情就影响了 大家的购买意愿 所以如果我们把2015到2016 拿来张购标杆的话 恐怕这一次大家要面对的 出口衰退的状况 可能还要来得更剧烈一些 所以明年一整年的状况 都会不太理想 所以明年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可能就出口这一个方面 就我们最大的经济成长 动能这一个部分 恐怕不容乐观 大家必须要非常警惕的 小心来看待它